小欢带着当保安的男友参加大学室友婚礼,毕业三年,曾经的大学室舍的六个室友都兼后成家立业,只有小欢一心忙于事业,直到半年前才交上男友。 只不过男友是个保安,大学室友都嘲笑小欢找了个保安,可当新郎说了一话,同学们都愣住了,之前的嘲讽讥笑,立马变了恶与奉承,小欢感叹道人情得可怕,说起小欢,堂堂一个大学生,怎么会交上了个保安男友小凯呢? 这还得从半年前说起,半年前,小欢刚搬到父母买的新房里面,有天小欢刚走到小区门口,突然遇到咱的,而当时正好是小凯职业班,小凯立马把小欢送到医院,一直陪爸小欢到天亮。 后来小欢多次感谢小凯的救命之恩,联系次数多了,彼此就有了感觉,慢慢的两人就开始恋爱了。 前阵子,大学同学小花结婚,小花邀请了其他五个室友,也包括小欢,但是小花特意交代要带家属,小欢就把小凯带过去参加婚礼了。 可婚礼那天,小凯临时有事,直到火车开动的前一个小时,才从公司培训完赶到火车站,由于时间仓促,所以保安的白色衬衫没坏就直接去了。 当小欢和小凯来到酒店,其他室友都早早得到了,同学们看到小欢居然带着穿保安制服的男人参加婚礼,都笑了。 室友小玉说,哎哟,这不是小欢吗?当初可是我们宿舍成绩最好的,如今咋找了个当保安的男人呢? 室友小杰说,你看他就那样,还能找到啥男友,有个当保安的男友就不错了,你看他们俩多百配啊。 小欢听得重视友在那里讥讽嘲笑,他也没反驳,只是没想到曾经的同学勤奋,如今只剩下炫富了。 他感到很寒心,一个小时后,婚礼结束了,当新郎下来给妻子搭学室友打招呼,看到了小凯居然愣住了,高兴的说道,您怎么来了啊? 咋不给属下说声下,重视友一听,都看出来了同学丈夫和小欢男友很熟悉,而且他对小欢男友很客气。 可些狼是一个分公司的老总,这个保安到底有何来头? 小语反应最快,笑着说,你看我说嘛,小欢找的男人能差到哪里去,肯定是人中之龙,你们说是吧。 小姐也随身附和说,你看他们俩真有夫妻像,很般配啊。 小欢彻底无语了,看清同学们的真实嘴脸,笑着拉着小凯离开了,这样的同学他再也不想继续保持联系了。 已经没了同学位了,后来小欢才知道男友的真实身份,小凯是一个地产公司老总的儿子,他父亲为了锻炼他,把他安排在下面的一个小区当保安。 而同学的丈夫正好是小凯父亲下属一个分公司的经理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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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明镜与点栏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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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